记者王俊奇花莲报道,人称阿宾师的白米瓮钢鸡师傅游志斌,来自宜兰县苏澳镇白米社区,半年前将陶瓮门烤鸡之技术带到花莲,与同窗好友陈冠明在新城乡和开一家烤鸡店,应选用花莲放山鸡及龙眼木炭火。 当研制好的鸡汁在有阿妈造脚吃撑的蚊中来回门烤后,立刻为刚出炉的烤鸡香上衣层金黄外皮,口感媲美的锅猪脚极致脆。 以传统古法问好的花莲白米瓮钢鸡,选用当地放山鸡,应低密度饲养,鸡群充分运动,肉质结实有弹性,加上长期以玉米,天然牧草,谷类等喂养,让阿宾师只要再三入七叶兰,大蒜及抹上米酒,酱油及盐腌制,就能让顾客吃到最自然的鸡肉甜味。 阿宾师说,店内共有六个大瓮钢,都是商请新北英哥老师傅定做,烧烤过程主要是利用瓮钢毛细孔及内部特制钢炉,让温度保持恒温,帮助水汽自然蒸发,原理就像阿妈造脚一样,将热循环完整包覆在瓮钢里。 味道与铜彩鸡不同,他说,一个温钢只能放入四只鸡一起烤,360度才会受热均匀,第一次烤45分钟,肉质约达8,9分熟后放入保温箱,等客人要点烤鸡时,再回烤第二次。 此时静温烤的最后一道手续就必须展现蒸功夫,要让脂肪与皮分开,烤出来的鸡皮才会金黄油亮又脆香。 阿斌师说,烤鸡炭火也大有来头,特别选用南部龙眼目,搭配七里香,酸头与简单腌制手法,保留放山鸡本身肉质的鲜甜味,让整体味道更能完美融合。 当饕客吃进嘴里瞬间,会先咬到极致脆的外皮,再来是尝到甜美肉汁,最后才会开始享受到鲜嫩的肉质口感。 顾客里先生说,白米瓮钢鸡不仅肉质鲜嫩,还会闻到一股炭香味,烤鸡意外皮酥脆,吃起来宛如有着德国猪脚般脆脆的口感,令人相当惊艳。 加上可以搭配小农种植的几道养生食书,适合全家人一起大快朵仪。